如果未来某一天,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,主战场会在哪里呢? 美专家做出激进预测,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 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,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问题教授威廉·阿德勒中校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,战场将不仅是在陆海空, 还会在太空和网络空间中。 同时,他还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破坏通讯、金融和运输网络的运行, 遭受损失的价值远高于二战。 不可否认的是,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全球各国的日子都不太好过, 在2020年达到了顶峰。 疫情的爆发除了体现在身体上, 国家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, 未来还会持续增加。 而且,国际社会的矛盾也呈现出爆发的趋势, 这些矛盾并不容易解决, 对各个国家都会产生长远的影响。 不过,核武器的出现使得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 现在的战争都是小范围的战争, 冲突的数量并没有减少, 但是规模在逐渐缩小。 毕竟,各国领导人都十分清楚, 在拥有几千枚核弹的地球上发生世界大战, 这无疑于是人类的自杀和自我灭绝的行动。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, 又使得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为降低。 和平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高于战争带来的利益。 而在依靠物质资源发展经济的年代, 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, 在短时间内确实能一方带来一些利润。 在21世纪后发生的战争中, 我们可以发现, 基本都是小规模的冲突, 冲突的范围也很小, 但是冲突的数量在一定时期以内会出现持续上升的现象, 这是现代战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。 但是在经济、科学技术等方面, 进入了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 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, 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了, 主要战场会在哪里呢? 对此,美专家做出了惊人预测。 他认为, 如果在未来战争中真的到了那一步, 像中国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对手, 都会袭击美国本土, 进攻手段包括使用网络电磁波谱等, 不得不说, 这位专家的想法太激进了。 虽然最近中美之间的纷争有些频繁, 但无法改变的是, 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仍然是和平, 许多人因为最近中美之间的摩擦 联想到二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冷战, 其实这样的担忧大可不必。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 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 比起大国之间的纷争, 中国更愿意提升人民的幸福感。